公車即將要靠站 司機從內線移動到最外線 上過了機車之後 來到公車站排前 卻滑過了路數停下 並排在汽車旁 乘客在夾縫中上下車 原來台南東區長榮東陵路的 站排設計 正前方兩顆路數 公車要靠站 容易嗎 在旁邊 怎麼樣講 因為 因為有時候車子其實 不太好直接開進來 然後會選擇就是 停一半在路上 一半在路間 應該要移開吧 要不然這樣公車不好停 停在道路上 這樣上去的話就不方便 旁邊的樹很 都會靠近那個 不慢車道 但是我們公車多子能力 但我們那個快車道 才能靠近 司機無奈回應 公車南靠站的總況 公車站明明有停靠區的設置 但是整個區塊 又有這多顆的路數 前後還有紅線汽車停車格 公車除了難以開進停靠區之外 真的停車了還得面臨停紅線 並排的雙重違規 公車必須要微停並排在道路上面 也會導致上下車的乘客 以及用路的騎士呢 交通的安全 公車站位呢 受限於原始的路數的位置 和道路形態的條件 那麼我們會再邀請相關單位 來做一個會看 演藝適合的調整方式 趙同局解釋 當地開發早 路數多 未來將要針對公車進展的動線 乘客上下車空間等等 做完整的規劃進行改善 在內心網上聚融 台南報導 在內心網上聚融 台南報導 判斗